今天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我们南明专题的最后一期 但是因为后来在整理文案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说光是南明完了 因为还有一个是郑成功 郑成功我们上周讲了一部分 然后郑成功我没有往后捋 就我们最后再拿出一期来 然后再好好地跟大家聊一下郑成功 因为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所以上周我们讲了一点 讲了一半郑成功 然后我们今天先把永利的朝廷先结束 结束完了 然后这部分结束了以后 然后我们到时候再专门拿一期收一下尾 然后讲一讲 就是说整个南明后期这些人物 然后他们的最后的下场 就最后他们的结局都是什么 所以这个专题呢 今天是倒数第二期 然后下期 基本就我们要告别南明了 南明之后的专题呢 就是朱延正 我们要把时间再往前倒 然后倒到明初去 所以这个南明 这个南明折腾这么半天 我们今天终于要迎来 永利的结局了 这个我们知道 最后最后南明所剩下的根据地 就是南明所剩下的 说还服从明朝的 还算是说我还宣誓效忠明朝的 其实最后就剩下了云南西部 对吧 跟这个缅甸交界的那么一个 非常蛮荒的 要啥没啥的啊 这么一个地台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福建南部 加上台湾岛 这个就是郑成功的势力范围 对吗 但是呢 郑成功的势力 这两这两片被这个广西 广东给隔开了 所以这两边呢 也没法交流 对吧 所以郑成功 虽然他在抗清的这个运动中啊 他算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在几次跟清朝的这个接战中啊 他给予这个清朝几次沉重的打击 然后郑成功又是这个成就了一番靶业啊 英雄誓言到了这个巅峰 然后一直过着巅峰 他才被击败 但是在这两个地区 不管怎么说 好歹大家都还是宣誓效忠明朝的 但是最后最后我们知道 这永利经过了孙可望这么一折腾 虽然这被李定国后来给救了 对吧 但是最后这个永利手下 他没有剩下多少人了 这些人为了生存 他们又要干什么 他们又要互相的斗 而且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确实是不斗 大家都得死啊 谁斗谁这个能活 谁不斗谁就死了 所以这个永利朝的最后 最后最后更加的不顾一切 更加不顾一切去内斗 所以在皇帝的这个辅佐问题上 马基强为首的 和这个这个李定国为首的 两个集团 又开始了最后非常惨烈的这个内斗 但是这个内斗 后来没有带上这个郑成功 因为郑成功他没有兴趣了 对吧 他就是不想内斗 所以他才这个不跟明朝建立联系 他才跟这个明朝 跟这个清朝都非常的暧昧 而且我说了 郑成功非常的讨厌 就是说他手下文武内斗 所以他限制这个文武非常的狠 1656年的12月 满洲人这个时候发现 孙可望和李定国这么一折腾 基本上明朝气数已尽了 对不对 所以满洲人开始策划 向云贵的大规模的决战 这个式的这个进攻 准备在来年的春天就发动纵攻 但是过了一年多 就是孙可望投降了一个月之后 我们知道孙可望最后去了这个清朝那边 大家反正带着两百多个人 还要帮着这清朝打头阵呢 清朝得说你别逗了 宝贝 就你这两百人还不够塞牙缝了呢 所以一直到孙可望投降一个多月之后 这个时候清朝才发动了 才得以实施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 就最后反正孙可望的抵抗力量 这是最后一支抵抗力量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不打 那还等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踩个苍蝇一样吗 所以这场进攻很轻易的就通过了 大家就开始上手了 1658年的1月 联合进攻贵州的命令 下达给了三位大将军 其中有一位 我们已经专门开了一个专题 吴三桂 吴三桂从四川的南部 然后还有清军的骆托 从湖广的西南部 然后还有一个卓布泰 这是两位满洲的大将 从广西的东北部 三路同时向云南进发 就最后要掐死这个勇力 到了1658年的 六月底的时候 他们发兵五个月之后 三支部队就开始 往贵阳这个方向 就开始集中了 这三支部队的前进 基本上没有 没有这个遭到什么抵抗 只有吴三桂的这个部队 在进军途中 遭到了些许的抵抗 虽然抵抗也很顽强 但是这对于吴三桂 这个部队来说 这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因为这个大势已去了 之后这三位将军 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那个人 我们之前在专题里也出现过 就是总管西南事务的 清朝经略俯臣 也是明朝的一位 著名的降将 红成筹 这个三位将军和红成筹 他们在平越附近 一个兵营就会合了 然后开始探讨 下一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当然按照红成筹来说 红成筹一向是稳扎稳打的 其实他不同意赶尽杀绝 但是对于吴三桂来说 这个故事 我们在吴三桂 这个故事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吴三桂是非常着急 想要掐死永利的 至于为什么 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听一听吴三桂的那个专题 这个时候永利的朝廷 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对吗 因为经过了孙可望和李定国 这么大一次折腾 而且这个时候 刚刚又稳定下来 所以整个永利朝廷 在云南这个地方 还在专注于干嘛 恢复元气 他得先建立好 自己的部署 所以虽然打赢了孙可望 但是很快 大家就会发现 永利皇帝 他干什么 他不适合当皇帝 干嘛了 开始 酣歌于漏舟 沉迷不返 觉得就是这事 人生目标 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人生目标已经实现 就开始开始干这个去了 就是天天这个 沉迷声色全满了 李定国这个时候 他的压力还非常的大 为什么 因为虽然战胜了孙可望 但是你别忘了 是怎么打赢孙可望的 是孙可望的 部下里头 很多就叛变了 对不对 是觉得这个李定国 他的声望比较高 所以就叛变了 但是他的叛变 他能叛变孙可望 他会不会明天 就会叛变李定国呢 所以李定国 这个时候还不能确定 就是说孙可望 之前的这些部下里头 哪些人是可以信的 哪些人是不能信的 所以李定国 这个时候 他也忙于 在整肃这个内部 他也要搞清楚 要做好这个背景调查 对吧 他不能随便的部署军队 因为一旦部署军队 明日他投降清朝了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清军临近的消息 传到了李定国这边 一下就造成了 整个永利朝廷的一片恐慌 但是明朝 在面对清军的时候 该如何布防 怎么布防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主意了 因为第一也没有人了 第二大家也没有心了 就迟迟不绝 所以这事一直拖到了八月 八月的时候 李定国实在等不了了 因为朝廷拿不出一个 这个抵御方案来 如果自己在这待着的话 那不就等着这个送死吗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在贵州的西部 先画了三个防区 这样的话 先把这个从贵州到云南府的 这个要道 北中南三条通路 先都给恶守住 他自己带着兵 他去了这个关锁岭 这个时候 清军准备渡过 这个北潘江 就已经在江的这个边上了 所以呢 他为什么要亲征 因为他还是觉得 人有一点点靠不住 他不知道谁打起来 就会投降清军 所以1658年的12月底 到1659年的1月初 清军三路同时挺进 这时候就直接就是总攻了 北路就是吴三桂 吴三桂带着兵 马上就得到了当地吐司的拥护 所以吴三桂的前进非常的顺利 很快就攻进了这个七星关 然后 这个 这时候骆托 被多尼给取代了 多尼带着兵 攻这个中路 很快就拿下了这个关锁岭 然后 在北潘江的这个北部就渡河了 卓布泰 卓布泰是走南路 然后在南段 也过了这个北潘江 结果三支部队很轻易的 就几乎是 你说抵抗也没有什么抵抗 很轻易的 就在这个取境 云南取境就集中了 李定国在这次战役里头 他确实还是打了几次胜仗 但是李定国还没来得及高兴 他就发现 他打的这几次胜仗 只是清军先头部队 也就是说他跟侦察兵打了好几次胜仗 虽然那个消息还是挺激动人心 因为这个时候还能打胜仗 已经不容易了 除了李定国你说还有谁能打胜仗 但是 其实对于整个局面 有什么帮助吗 也没有什么帮助 对吧 清军全力进攻的时候 李定国的整个的防御部队 很快就瓦解了 李定国这人啊 也是拼命作战 最后这个誓死 要挡住这个清军 最后他顺利的挡住了多尼跟卓布泰的推进 但是处境越来越危急 因为就把他包夹在中间了 8月7号 清军后来一想 说这个李定国既然这么猛 既然你就是 你要跟我们拼一个你死我活 所以那干脆 反正我们人也多 他们干嘛 他们绕过了李定国军 然后越过了贵州的边界 直接就进入这个云南的东部了 永利朝廷这个时候一听 清军又来了 进入云南了 赶紧跑啊 永利朝这个就是跑嘛 这个时候身边还有谁 这个时候还有身边的穆王爷 穆天波 对吧 穆天波这个时候 因为实在没有人用了 现在穆天波 沙定州叛乱 本来穆天波都不行了 结果这时候穆天波又出来了 带着 因为他是本地的唯一的王爷了 对吧 所以穆天波带着永利朝廷 继续西奔 穆天波虽然在沙定州叛变 这以来 他基本上已经失去军事实力了 被沙定州折腾一次 被孙可望折腾一次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兵了 但是现在 这朝廷里头 你说还有王爷 还有能出头的人 也就剩下他了 所以挫子里要拔将军 现在这朝廷又面对好多的问题 就是什么呀 朝廷现在要必须穿过很多土司 很多土官就那些土财主 就是当地乡绅掌管的这个侠地 在这些人中间 只有穆天波有点面 为什么 因为穆天波 穆家是长期驻扎在云南 对吧 所以穆家他还是对这些土司 这是不说有什么影响力吧 但至少咱们还混淫脸熟 对不对呀 所以穆天波是唯一一个 有点影响力的朝臣了 当时永利朝廷就不得不去讨论 我们到底该往哪逃 就现在中国眼看着 已经就走投无路了 对吧 马上要撞南墙了 我们还能往哪逃 当时就有人提出来 实在不行啊 咱们往外国逃吧 咱们往外国逃吧 但是当时很多的官员不同意 包括永利皇帝自己都不同意 他们希望什么呢 最好还是不要逃到外国去 因为这逃到外国去 那等于就把中国就放弃了 放弃以后 那就任人摆布了 对不对呀 所以能留在中国 还是留在中国 但是留在中国 你留在哪 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来 说什么呀 说那要不然咱们在大理以东啊 画一条江界线 然后呢 咱们就守这么一点点地方 拼色手 就是咱们人在这个地儿 咱们人这个清军要打过来 咱们就跟那地儿共存亡就完了 所以这个想了半天 想了半天 但是犹豫不决 所以等永利皇帝一行 现在这个永利帝身边文武百官 带上这个家眷 一共就剩下4000人了 1月26号 他们进入了永昌 李定国 李定国手底下最有实力的一个将领 就是白文选 白文选这时候已经吃了好几次败仗了 他自己也受伤了 带着残布 但是他手底下或多或少 还能挤出2万人来 所以白文选这个时候用2万人 就沿着云南府以西的主要通道 构筑了第二道防线 对吧 因为不是说要这个 就手一小点点 试图抵挡住这个清军 因为清军现在把李定国绕过去了 当时李定国本人也跑到朝廷 跑回朝廷这来了 情绪非常的激动 坚决要求说得了 臣没打好这个仗 惩罚我吧 主公你鞭挞我吧 你抽我吧 我把衣服都脱了 你快你打我吧 这个 然后我也 我这个吃了这么一败仗 我现在没守住 现在这个朝廷咱们又要跑了 这个皇帝这个时候 你怎么惩罚他 惩罚不了他 就说他要辞职 就说他要请罪 你怎么惩罚他 因为现在只有李定国了 对吧 李定国加白文选 白文选受章还挺重的 所以皇帝也没有办法 皇帝亲自跑去找李定国 诚恳的向他解释 说什么呀 说这个 你是忠臣 啊 这您是忠臣 这我怎么能定你的罪呢 我这实在定不了 所以李定国这才恳 同意 说那得了 我不自己弹劾我自己了 那我继续替皇上去作战 可是这个时候 大势确实已去了 因为2月22号 吴三桂跟卓布泰 已经到了门口了 到了大理 这个关口外边了 一路上消灭掉了所有的抵抗行动 3月10号 清军就已经进入永昌了 到了永昌 这时候 皇上正在吃早饭 啊 这个正在用燕窝漱口 没有 没有燕窝了啊 他已经没有钱了 这个皇上一听说 这个什么 都清军都到了永昌了 那咱还等什么呢 咱们赶紧跑吧 所以 因为他们逃跑已经非常熟练了 他们是职业逃跑队伍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快的收拾家当 一路就跑了 跑到哪就跑到藤岳 沿路上碰到了很多强盗 因为就是走之前 根本就没有像这个当地吐司啊 什么的 没有打招呼 所以这个当地有很多的强盗 然后 这个强盗一看 说这个本来我们这地儿 就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 也抢不着什么东西 这好过来一帮这个穿着绫罗绸缎呢 哎呀 还夹着这个珠宝匣子 说你们这干什么呢 过来过来小孩 把钱也搁这吧 结果这个没有办法啊 就说这个宫女啊 和这个女眷啊 说怎么办 那就是捧着这个珠宝盒子 说过去跟这强盗说 说这个 这个算了啊 您放过我们啊 您怎么处置我们 您让这皇上先过去啊 然后剩下的这个珠宝 你想拿就拿 我们的你想操 不是 你想这个干嘛 你就干什么 所以这就是供养军队 甚至最惨的什么 皇上的几件龙袍 竟然被人给偷走了啊 就是也不知道 是身边的人偷的 还是被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强盗偷的 反正就都没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 反正不管怎么说 是这个辗转 终于到了藤岳这个地方 那就扎营吧 那就住在这吧 然后住在这得有吃的呀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身边什么吃都没有 还燕窝树口 没有 他们没有米饭 没有白米 他们现在还有什么 他们现在只有战马 所以没有办法 就只好宰了马 就只有只有马肉吃 这时候的永利皇帝 非常的绝望 哎呀 这个哀声叹气 就不知道将来 这个今后这个处境 还要坏成什么样 实在是这个受不了 没过过这日子 李定国呢 他呢准备在这个怒江一息 因为他发现 这个地方的地形不错 因为这个地方地形 特别特别的曲折 对吧 所以他观察了半天 他跟永利弟说 他说呀 皇上再给一次机会 这个地方 磨盘山 这是在磨盘山前面 磨盘山 这个地方前面 地形非常非常的曲折 所以 我要是在这不防的话 虽然我们现在 没剩多少人了 所以 但是我们还能做一次 认真的抵抗 那皇上说 那你这个爱卿 那你想干 你就干吧 反正这个 你打不打 我也不会打 对吧 你不打 我能怎么着啊 所以三月中旬 李定国精心的 在这布防 策划伏击 但很可惜的是 清军也不是傻子 清军走到这个 磨盘山这一看 地形如此崎岖 必有这个埋伏 安营扎寨 那结果被清军给发现了 接着 清军摆开阵势 磨盘山里头的 李定国带着部队 那也不能在那 待在山里 也没吃没喝的 对吧 清军有吃有喝 人兵精凉足的 所以兵精凉足的 所以这也没办法 所以逼得李定国没办法 只好带着部队 那好吧 咱们下山 跟清军绝战吧 结果两边在山下 打了一仗 双方损失非常的惨重 一场恶斗 李定国呀 以前曾经苦口婆心 劝说这个永利帝 说要是防御再度失利 您也千万千万记住 不要投降清朝 千万千万不要投降清朝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投降了清朝 那么我的所有之前的抵抗努力 全都付诸东流了 那全都完蛋了 对吧 所以当时永利帝就急了 说那爱卿 那你说我去哪 我不投降清朝 我去哪 我也不能上吊 我也不能学这个 这个崇祯 我上吊 李定国说呀 我看不如啊 咱们去缅甸 在那住个一两年 再看天命 所以这就是之前 李定国苦口婆心 劝这个永利帝 永利本来是不想走 永利就想在这个 大理这个地方 就干脆就咱就 咱就这个 就打到最后一个人 就完事了 但是李定国这么的劝 因为这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李定国费了这么大的劲 结果您投降清朝了 那之前死的这些人怎么算 对吧 李定国他自己本人 负这么大心血怎么算 所以他说的其实是很对的 咱们去这个缅甸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筛少 然后咱们再看天命 所以磨盘山这一仗 打完了之后 李定国就率着残步 就往这个萨尔温江上游 就跑了 永利帝 他一听说李定国败了 他马上按照李定国之前 劝他的 疫情崎岖跋涉 最后终于在三月的第三周 通过了铜壁关 进入到了缅甸的境内 虽然这一路上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士兵 不想再跑了 实在是再也跑不动 所以很多士兵就开始滑遍 队伍大乱 而且清军也因为磨盘山 这一仗 他受到削弱了 士气不振 而且他们的良想 现在也出现问题了 所以清军这个时候 没有抓住好的士机 他没有能追上去 所以他只好在距离腾越不远的地方 开始干嘛 搜索 就找一些滑遍的人 然后没多长时间 清军因为这地方是山区 实在是清军也过不去 对吧 你没有粮食 你说我追你干嘛去 所以没过多长时间 清军就东归了 把这个防线往东撤撤回去了 所以他们就不再去追 这个永利帝和李定国了 那永利帝终于跑到了缅甸 跑到这缅甸的时候 还剩下多少人 还剩下1500人了 就是原来还有4000人 对吧 还有2万士兵 现在就剩1500人了 这里头连这个士兵都没剩几个了 物资别说了 极度的匮乏 护驾的士兵 基本上已经都逃没了 就剩下一点这个侵卫队了 所以当地跑到这个缅甸来 这缅甸这缅官都不敢相信 说什么 这是大明皇帝跑过来了 缅官刚开始不太相信 而且当地的很多的百姓也害怕 说这什么意思 突然就从中国那边来了一大堆的 有武装的人 说这害怕 所以缅官也不敢相信 说这是大明天子 所以缅甸 缅甸的这些官员 他们就提出一个条件 说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会吓到我们当地淳朴老百姓的 所以你看 各位是不是先解除一下武装 你不解除武装的话 我们对不起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只好戒备 而且你们现在听说是没有吃的 没有衣服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给你提供任何的 这个这个 这个给养 在这个关头 永利朝 你说都已经他这个地步了 永利朝竟然出现了什么情况 又开始内斗了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突然发现 谁也不想背这个锅 对吧 到底是交不交枪 如果交了枪 如果说咱们把武装解除了 万一要是缅甸这边 对永利帝有什么图谋 怎么办 永利帝如果出了问题 怎么办 谁也不敢担这责任 可是如果说不交枪 你要是把永利帝给饿死了 又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 永利朝廷开始陷入到了一场最后的 最精彩的大乱斗 朝廷的文臣开始把这个马吉祥 顿出来进行指责 这种指责一次又一次的提出 说什么呀 说马吉祥 你控制了朝政 你控制了朝政 现在的局面 就是你造成的 我们应该在这个云南留守 我们应该站到最后一个人 大不了就皇上一块死了就完了 你看看现在我们流落到这 现在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的 所以这事都怪马吉祥 就是马吉祥你劝皇上 但其实这事不是马吉祥劝的 这事是李定国劝的 对吧 还有一些人说 今天的皇帝 还不如就战死在这个云南呢 对吗 因为这比原来更不利 究其原因是什么呀 是因为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求稳 所有的事情都要以最安全的处理 所以这一切要负责任的是谁 还是你马吉祥 为什么 因为马吉祥你是皇上身边人 对吧 你老是把皇上的安危挂在嘴边 皇上想干什么 你都不让他干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你的责任 甚至最后 如果咱们往前倒的话 孙可望这个娄子是谁捅出来的 孙可望这个娄子 不是你马吉祥在背后使坏吗 对吗 这不是你在马吉祥迁救孙可望 结果你鼓励孙可望 你给他封王 然后结果你让他作威作福 对吧 然后孙可望 这个仗势欺人 最后你们还一块弄死了 安隆十八先生 对不对 最后最后 逃到缅甸这个坏主意 虽然这个主意是李定国出的 但你为什么不劝皇上啊 对吧 你是皇上身边的人 你为什么不劝皇上啊 而且你不光没有劝皇上 当时皇上这个犹豫的时候 你带着你 你带着人你就跑了 所以你是自作主张 现在缅甸方面的这个官员来了 马吉祥怎么说的 马吉祥说行 马吉祥说行 各位不带寸铁在身上 为什么 因为咱们吃饭要紧 咱们活命要紧 所以这个时候 文官又开始说马吉祥 那好 如果要是皇上 说咱们把这个不带寸铁在身上 咱们把武装都解除了 如果要是缅甸的官员 他们对咱们有什么图谋 怎么办 这个责任你背不背 其实你自己想想 虽然我们不能说 把所有的锅都扔到马吉祥身上 文官说这个话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那如果说不听马吉祥呢 那文官又有什么 这个好的想法啊 就是战死到最后一人 对吗 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 李定国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李定国说了 那如果你不跑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筛伤 你只要有命在 你朝廷在 哪怕你流亡了 但是你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对不对 那要按照文官说 那咱们就得全灭 灭了那才是真真正正正正经的 这个大明朝廷 对吧 那马吉祥自己本人 他也要走一步看一步 那如果不按照马吉祥说的去做的话 那这些文官 那按照谁说的 文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出主意 所以马吉祥的执行力 但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文官指责的一个借口 所以那没有办法 反正这个都不是什么好人 对吧 你说这个清流也不是什么好人 这马吉祥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两边在这个方面 那就接着内斗吧 对吧 那你骂我 我就清理到你 对吧 那这个缅甸在缅甸的这个流亡的小朝廷 又经历了一场磨难 因为解除了武装 所以外朝的官员 哎 自命有礼 指责马吉祥 篡夺皇帝权力 永利帝的这个处境 就是因为马吉祥做的 就是因为马吉祥的所谓导致的 这个说法 后来跟皇帝身边的一位小太监的回忆录 刚好相反 因为什么呀 因为那是到了好多年之后 那是到了康熙年间 我们才发现 其实当时做决定的是马吉祥吗 不是 当时做决定的 是皇帝自己做的决定 这是他 这并不是跟马吉祥没有什么太大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这个小太监的回忆录 这位小太监叫杨德泽 他的父母是西北的回忆族 他写的这本回忆录叫杨坚笔记 然后他后来 这是已经到了这个 这个康熙年间 然后这本回忆录才出现 所以这个大家当时才能看到 说跟马吉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你指责马吉祥 马吉祥可能也只是顺着皇上说一句 但实际上大体上的这个决定 其实就是永利皇帝自己做的 所以这就又出现了 我们不得不 从一开始我们就说 说永利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性格 永利的性格很显然 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他有点拖延症 这个人喜欢把问题啊 就是说如果出了问题 他喜欢把这个问题 把眼睛闭上啊 把自己挡上 这样问题就不存在了 他觉得这个 嗯 这就可以了啊 我问题不存在了 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留待以后再说 他很犹豫 对吧 这个人不太适合当皇上 因为他很犹豫 他也没有什么主见啊 然后他自己也没有什么 要当皇上的这个意愿 所以这个永利的自己做的这个决定 那当然他是听了李定国的 对吧 所以他慢慢的 他把这朝廷终于一步一步一步 走到了缅甸 但是现在人已经到这了 人现在已经到这了 那还有什么可说 你说你再打 你再打 你们两个再掐 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到三月的最后一周 在缅甸的这个巴默城 永利的和646名随行人员啊 在这个伊洛瓦底江上船 其余的900人啊 他们沿着陆路南行 干嘛去了 都到了缅甸了 对吧 你都流亡到这了 你总得去见一见缅亡吧 对吧 你总得见一见 人家 你说你大明天子 流亡到这 你总得来来见一下吧 意思意思 对吧 聊一聊 咱们以后到底怎么办 当时的缅甸的首都是阿瓦 在阿瓦 他们决定就是这个 646名随行人员坐船 然后900人左右 他们沿江啊 陆路而行 两拨人 等皇帝的这个船队 到了这个井梗这个地方 缅甸人就开始翻脸了 他们开始威逼破坏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 突然向船队提出 船上坐的 到底是不是大明天子 这问题 这我们需要进一步核实 为什么缅甸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因为很显然 清朝施压了 清朝已经开始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向缅甸方施压了 你们收留了大明天子 我们需要你们表明立场 到底你们是什么意思 你们是要跟大清为敌 还是说怎么着 你们自己好好想 所以这个时候 缅甸人自己也开始害怕了 所以他们需要核实 皇帝一行的身份 然后关键是 这个到底 将来 你说我拿着这个大明天子 你说流亡 你说我怎么弄 我这么小一国家 你说我怎么弄 而且缅甸那个时候 其实是一个部落联盟 是一个部落统一起来的 那就是很多的这个小王国 然后呢 这帮人上了船 就说那皇上说 那怎么核实 我是不是天子 那你说怎么核实 我身上有这个印信什么的 要不你看看 他们说这都不行 所以这帮人就问 说这个明朝后期啊 说这缅甸 我们派使臣去北京进贡 上贡 朝贡的时候 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这个流程是什么 问一问礼 这事可把这个朝廷给问住了 因为这朝廷 你想想 这本来就是一流亡朝廷 这是永利朝廷 永利帝也没在北京待过 对吧 他也不清楚那个礼 他身边的晋臣里头 只有一个马吉祥 马吉祥 他也不知道明朝的制度 因为他是在明王了之后 他才这个上位的 对吧 所以马吉祥 还有这个所有的官员 还有包括永利皇家自己 他根本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说这个礼仪到底怎么着 缅甸人一听说 这个哎呀 那你们这个是不是真的呀 哎呀 那这个谁知道 是不是冒充的 这个时候 只有钱国公 慕天波 没有办法了 他出来了 他说你们 不认识大明天子 你们总认识我的啊 对吧 我是钱国公啊 对吧 我有印信 你们总认识钱国公的印信吗 所以他拿出来了 因为钱国公的印信 在万历年间 有过很多的书信 跟这个缅甸 所以呢 就是万历年间 这个钱国公盖过很多的印 哎 钱国公把这个印拿出来以后 慕天波把这个印拿出来以后 结果这个缅甸那边 把这个万历年间啊 这个赤书啊 你想到万历年间赤书 好几十年前 拿过来一看 哎 确确实实是穆家的印 确实实是钱国公的印 这才去除了疑团 哎 但是呢 有几位朝臣 这个时候就开始起疑心了 这就因为这什么意思 这缅甸咱们说的好好的 说一块去阿瓦见这个缅王 结果 你突然之间就向我们发难 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人 就起了疑心了 大家就开始担心 说这个缅甸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阿瓦 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对吧 所以他们想让皇帝 他们这时候就开始有人劝啊 这个永利帝 说要不然啊 咱们别去阿瓦 咱们现在把船调过来 咱们往东跑 咱们到那个伊瓦洛蒂江的上游 然后到那个地方 咱们藏起来 然后咱们派人去找李定国 因为这时候李定国还有一点兵 对吧 你缅甸再猛 对吧 你也是一边垂小国 那我还是有这个 李定国有兵 那我还是有这个威胁的 对吗 所以很多人开始出这主意 这个时候永利帝又开始犹豫了 哎呀 爱卿说的是 爱卿说的是 结果这个事情 因为他身边近尘 只有马吉祥 哎 他呢 就想找这个 他自己拿不了主意啊 对吧 犹犹豫豫豫 所以他呢 就去想找这个马吉祥商量 马吉祥说找个毛李定国啊 找个毛李定国 缅人有什么坏心眼啊 缅人只不过是要核实一下身份啊 皇上你怕什么呀 你是一大名天子 你还真怕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马吉祥说不用怕啊 据说啊 马吉祥 之前其实跟这个缅甸人 其实是有联系的 哎 说这个马吉祥还写过一封信 给这个巴默地区的一位名将 说什么呀 说永利皇帝啊 他现在已经从海陆往福建走了 去找郑成功去了 往郑成功那走了 结果呢 本来这个巴默地区有这个名将 他手里也是有兵的 他本来是想进到缅甸来接应的 结果 他收到马吉祥这份书之后 哎 发现他说啊 那皇上要去了这个 这个福建了 那我就自保 对吧 所以这个名将就停止前进了 要不然的话 他的那个部下 其实是能进到这个缅甸来的 哎 但是这个时候 这马吉祥啊 他说他坚持认为 他说得了啊 这个就咱们就去了 结果就在这个朝廷在河上啊 在江上 这是犹豫的时候 这船队正在犹豫的时候 走陆陆的那帮人 他们不知道啊 那九百个人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对吗 他们就指着一门心思往阿瓦走 结果走陆陆的这九百个人 就先到了阿瓦 到了阿瓦之后 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那江上发生了什么 而且这个时候 白文选从云南进入缅甸了 到了缅甸之后 缅甸人也要求他说你交枪不杀啊 说你解除武装 白文选说 我是名将 白文选啊 我是这个这个 李定国麾下白文选 这个缅甸人说 我我的我们是那个外国人 我们听不懂你说的那个话 你的那个武器 那个交响 那个放到地上啊 就这 然后白文选说 我放你个头 我这有兵 然后白文选这时候 伤势也好的差不多了 所以白文选 带着兵 他是个武将 他根本就没理这个缅甸人 所以直接上来 就跟这个缅甸人恶战了一场 这一仗把缅甸人给打得 有点害怕啊 这个我靠 说这个 这个也太狠了啊 也太狠了 最后这个缅甸赶紧集中队伍啊 这个 跟这个 白文选的这个部队 然后开始这个决战 最后呢 白文选这个部队啊 死了800多人 最后剩下的90多个人 跑了 有一部分人跑到泰国去了 那这就是一部分 这个泰国华裔的啊 这个先辈 到了1659年6月的下半月啊 勉王这个时候终于有了动作 勉王派了两艘节庆龙舟 哎 沿着江 找到了永利帝的船队 然后碰到了永利帝船队之后 就一路啊 从井梗这个地方 就往南宋啊 带着他们 把他们往南宋 很快 他们就到了阿瓦以北啊 这个江对岸啊 一个叫做折梗的地方 不是井梗 就是折梗啊 那个地方 缅甸那名字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折梗这个地方 就停下来了 哎 然后呢 这个 朝臣们就觉得说 那该那个什么了吧 那该见勉王了吧 说咱们就去见见勉王 勉王肯定 然后大家都开始做准备 说准备去见勉王 然后还有很多人在开始讨论 说咱们跟勉王谈什么啊 未来这个咱们 咱们管勉王要点什么 然后咱们这个 怎么在这割据啊 咱们说听啊 说勉王会不会出兵 哎呀 帮咱们打仗啊 什么的 还说了半天 结果到了这个折梗这个地方 他们发现 缅甸人已经盖好了一个大竹梨寨子 啊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寨子 这寨子里头有一些临时的房屋 然后把所有的人就运到这个大寨子里头去 但是这个里头的屋子还是不够 哎 所以呢 这个缅甸人扔了很多的茅草 竹子茅草就扔在地上 哎 就说你们要是没有人住 你们你们要是没有房子住的 你们自己动手盖吧 你想想最后跟着勇丽帝这个流窜呢 不是流窜 逃亡的这都是大臣 对吧 这都是这个平时有人伺候的 这好 谁会盖房子 这就自己那盖房子 但是不管怎么说 哎 就扔在这了 那什么时候能见勉王呢 见不着 勉王只是派人过来给永利帝送了一份后礼 馈赠的时候 还有这个隆重的仪式 而且还让永利帝很高兴的是什么呀 是这个仪式竟然是像天朝上贡的仪式 哎 这个缅甸人还自居 我们是附属国 我们是陈国 哎 所以这个 把这个永利帝啊 还有这个大臣 本来大家一度的伙 说你们也不过来帮我们盖房子 你们就跟我们安排的 这安排的不明不白的 啊 连个酒都没有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一看 这送了好多吃的 送了好多喝的 送了布皮肉 哎呀 大家 然后又的仪式又这么隆重 哎呀 然后最后还这个 还有这个 哎 朝贡的这仪式 所以这大家一看 说这个缅甸人 哎呀 看来他们还是挺快来事的 那这安排 所以你想颠沛琉璃 已经好几个月了 啊 这里看着这得了 咱还是乐呵乐呵 所以这第一次 大家就放松了一下 哎 享受了享受 其实明朝中国人说的这个缅甸 跟今天咱们说的这个缅甸啊 现在这缅甸 这个不是一个地方啊 这不是一个地方 这个只是一个地理范围的 一个地理范畴的一个名字 缅甸在当时只是这个地区 很多很多 蛮荒亡国的一个部落之一 他就是一个特别强的一个部落 他跟今天这个缅甸不一样啊 洪武跟永乐年间啊 就是明廷 就是大家都知道宣伟司 对不对 宣伟司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们只要按时来朝贡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不派官吏啊 你们是我们的附属国 但你们有你们自己的主权 对吧 你们想怎么整 你们怎么整 你们只要按时来朝贡 你们来朝贡 哎 我们还高兴 我们还还你点东西啊 我们就给你赏的 比你贡的都多 所以其实就是宣伟司系统 哎 这对缅甸就是这样 之后呢 缅甸这个 因为缅甸大家知道 今天还有各邦 缅甸也是一个民族非常复杂 然后这个各邦啊 这个一直啊 饶嚷不安 到处这个打仗啊 明代所谓的缅甸这个政治实体 甚至一度被灭过国 就是缅甸这个 就这个这个邦就被灭掉了 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 缅甸这个国家再度在这片土地上又出现了 然后在万历年间 他们突然达到鼎盛 开始向外扩张 结果就把整个这片土地 这个蛮荒土地的各个民族啊 这北面的很多的民族 就都给这个吃下来了啊 最后甚至还越过了中缅边境 侵入到了云南境内 到了16世纪的最后30年 云南的明军也就是穆王府啊 穆天摩这个穆王府 穆王府的缅跟这个缅军啊 其实打了好多仗啊 相互攻击 这个仗一直打到17世纪初 缅甸才终于 因为它的势力越来越大的 统一了很多的这个 灭掉了很多的这个邦 所以缅甸又正式成为中国的番薯国啊 大番薯土豆国 不是红薯国啊 但是呢 缅甸这个番薯国 它跟其他的番薯国不太一样 中缅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的紧张 虽然是承认是番薯国 但是缅甸不朝共 万历末期之后就没有接触 他们也不朝共 也不听从这个指挥 甚至没有书信联系 所以当时缅甸地区的诸邦 已经开始承认 说得了 我们谁也干不过这个缅甸啊 我们干 这片土地上 这就是你胳膊最粗啊 谁也干不过这个缅甸 所以那个时候缅甸已经成了这个地区的一个霸主 然后大家都公认 而且呢 缅甸的首都就在这个阿瓦 阿瓦这个地方 那就是那得了 那我们现在谁也不打谁了 反正你胳膊最粗 所以我们都接受阿瓦的领导啊 我们都接受这个阿瓦领导 阿瓦就成了这个前现代民族国家的首都 核心中心 但是在当时呢 就是当这个永利地到那的时候啊 这个过程其实刚刚开始 就是说缅甸也有很多的不安定因素 他们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中间的意见 他们也会经常反复 就是对明廷 流亡明朝的这个态度 他们经常反复 因为他们有的人跟云南保持着关系 跟云南当地的吐司的关系非常的好 有的这个帮就跟清朝保持着这个外交关系 有的帮跟明朝有外交关系 就是有的帮甚至跟郑成功有外交关系 所以他们这个帮的意见也都这个非常的纷扰 而且缅甸这个政治情况也非常的不稳定 当时的缅甸王叫平德勒 不是弗兰斯林的钱德勒 平德勒 平德勒 这个人啊 他力量不是特别的强 而且这个人跟他们永利地 一个德行 这个人也是一个犹犹豫豫的人 哎呀 你看看他 你看一会儿这个派个人去南卫南卫他们 一会儿就给他们送礼 咱们又自认这个臣子 你看他干这事 就是他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犹豫的人 他欠缺果断 他呢 同意永利避难 首先 他是不想得罪大明 因为这毕竟是大明 对吧 而且呢 他也出于人心 你说这明朝走投无路了 大明皇帝 最后跑到我们这个缅甸 跑到我们这分属国来 所以他出于人心 但是当他看到了这只明朝的这个 这个流亡过来的这政府 说 这都是啥人呢 我天哪 这个穿的破一拉撒的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个饿的 这跟大眼灯似的 说这就是大明的这个这个流亡政府啊 说这这这说这样呢 结果又听说 说清军 现在可就在云南的这个边境 就在追这只这个明朝流亡政府呢 所以他这时候又有点害怕 他又觉得说 那要是明 这个我们要收留了这个明军 那清军过来找麻烦 这肯定是有 这个肯定是有后患的 对不对 所以怎么应付这个事情 他心里没有数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几支军队 主要是李定国跟这个白文选这个部下 他们确确实实也不老实 因为什么呀 因为就算是明军 那他战斗力在那边 那你别忘了 这是李定国的部队 他战斗力还是有的 所以这些部队 给缅甸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尤其是东北部地区 给人民生命财产 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 因为李定国和白文选的部队 现在也没吃也没喝 对吧 他们也没有补给了 因为没有后方了 所以他们只好就地取材 就只能抢 所以这些人还要威胁说什么呀 就比如说 像善邦这类的缅甸周围的部落 如果要是说 如果要是说你们不服我们 我们就整治把你歼灭掉 我们是有实力的 所以这时候没有办法 最坏最坏的是 从1660年的春天 一直到1661年 这些部队被打散了 他们已经散了 有的是单独的部队 有的是联合的部队 几度有中国的部队 开始骚扰阿瓦 甚至就打到阿瓦这个门口了 然后干嘛呢 今天来一波人 说我们要永利地 这就让缅甸人特别的担心 这个时候就算是缅甸人 把永利皇帝交给他们 他们也后边也没有准 因为这些人在东北部 开始抢劫 对不对 他们能说话算数吗 说他们拿着永利地 他们要是把我们这儿占了 怎么办 他们要在我们这儿 把这儿建成天朝了 怎么办 对吧 割据了怎么办 这土地就不是我们的了 所以他们也不能获得保证 所以这个 平德勒他就特别的犹豫 他就特别的犹豫 所以这个 而且永利地怎么想这个事情 他也拿不开 他也拿不了主意 当然永利托人跟这个缅王说了 说什么呀 说这个我们呀 其实我们会离开缅甸的 我们只是在这儿 你给我提供点士兵 给我提供点 不过我就离开点 离开缅甸 就是当他在认真考虑 永利地这个提议的时候 又旁边的这个朝臣 给他穿小鞋 给他给他给他这个扎支 说你自己想想 你说你给他们枪了 你给他们炮了 你给他们人了 你给他们补给了 他们真的能离开缅甸吗 这地儿多舒服啊 对不对啊 这地儿你现成的 清军还打不过来 是吧 所以阿瓦在平德勒这志下 也没有足够的兵力 能够去抵御这些明军 所以这个时候 哎 马吉祥又出来了 马吉祥 这缅甸人就开始去找马吉祥 啊 就开始找这个马吉祥 做工作 首先 这个马老板 啊 马老大 你给我们透露点信息 然后或者说 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啊 马吉祥 哎 就这个说得了 啊 这个很简单 我把他们都轰出去 不就完了吗 他们肯定得听皇上命令 所以马吉祥 哎 不知道收了缅甸人什么东西 但是肯定是收了东西 但是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 马吉祥就要求永利帝 说你发一份上誉 啊 让所有的这个劫掠的部队 让李定国和这个白文选的部队 全都出境啊 别别在那里骚扰 因为你在那里骚扰的话 这个这个到时候 对咱们的安全也不太好 哎 但是李定国和白文选 他们两个人 已经这个 知道说永利帝到沿海 他们也收到这个消息了 说永利帝去了福建了 哎 已经出海了 去福建了 现在见到这个上誉 突然发现 嗯 你不是说永利皇帝出海去福建了吗 怎么 现在永利皇帝在阿瓦 突然发出斥令 发出上誉来了 那就是皇上在阿瓦呀 那不没有出去 那到底这里谁说谎啊 但是 这个时候李定国突然缓人大 皇上可能遭受了某种胁迫 因为又回到了孙可望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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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形势下 就是皇上可能又是迫不得已 没法跟他们联系啊 这里头到底是谁搞鬼 李定国连想都不想 肯定是马迪祥在在搞鬼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白文选已经遭受重创 对吧 他的部队已经没有了 所以两个人非常的愤怒 但是愤怒这时候没有用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也没有兵了 他们非常的沮丧 他们手底的兵已经都化成游击队了 就是自己都控制不了了 穆天波跟其他的几位这个朝臣啊 就开始策划 说那得了 那马吉祥这么弄的话 那咱们还是忠臣 对不对 所以穆天波这个时候就找了几位朝臣 他们说什么呀 那咱们干脆 咱们偷偷的把永利帝和太子给劫走 然后咱们去带着永利帝 咱们跑到那个李定国军营去 好不好啊 但是最后这个消息也败露了 所以呢 这个马迪祥的眼线非常多啊 所以把几个策划者给逮捕处罚了 这类明军的侵扰啊 就是这个不断的这个骚扰啊 让这个缅甸人非常的头疼 那你想想啊 越是在外边抢劫 那缅甸人遭受损失越大 他对这个朝廷的态度会越什么呀 他会越难受 他会越这个生气啊 他很愤怒 你抢劫我们的妇女啊 你这个抢我们的粮食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 穆天波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消息败露了 对吧 他没能劫走这个永利帝 所以还得在缅甸这个地方待着 所以穆天波这个时候 得了 这跟缅甸最有面的人就是他了 对吧 因为他前国公嘛 他本来就是云南这边的 他就跟他们有点面啊 跟刚当地的这个几个邦 关系还不错 所以穆天波最后没有办法 为了这个这个永利帝啊 那说那得了啊 他呢就遵从这个缅甸的习俗 把这个发迹给解开 穿上一袭白衣 然后光着脚 哎就去到这 这你想想啊 这是天朝上国的王爷 然后跑到就这大伴去见缅王去 这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寻求你的保护啊 我们不再是天朝上国了 我们现在遵从缅甸的规矩 哎 所以他就见这个缅王 这一见坏了 为什么 因为整个的立场颠倒过来了 本来啊 本来 缅甸这边之所以对于这个永利帝的这个处境啊 他们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永利帝跟外界有没有联系 有多少联系 明军到底还有多少主力盘踞在外边 他们能够有多大的能力来救这个这个永利帝 他们最开始不知道 因为都已经有部队这个到了阿瓦旁边了 所以他们心里其实没有底的 行 我穆天波搞了这么一出 完蛋了 因为这已经是太明显了 就是你啥也没有了 你不就是来求我 然后这个寻求保护吗 所以情势一下急转之下 到了1660年的秋天的时候 缅甸已经不给这个朝廷任何东西了 那朝廷已经是一贫如洗了 缅甸人再也不给他们倒米了 不给米 不给油 不给肉 最后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 那这么多的人 对吧 一千多人那得吃得喝 这个寨子里头怎么维持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又不能出去 所以他们就开始把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干嘛 都跟当地老百姓就换钱 换点米什么的 然后当地老百姓趴着那个墙根 往里扔米 他们往外扔东西 最后最后惨到什么地步 连皇帝玉玺都拿出来换粮食了 也流失了 后来玉玺也失落了 在这个情况下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这个时候 马吉祥一再受到指责 说我们有今天都赖谁 都赖你 因为什么 因为马吉祥这个时候 他首先他要确保皇上得有的吃 对吧 然后他们这一阶层的官员 他们这一拨人得有的吃 所以马吉祥垄断了分配权 皇上本来就没剩多少东西 大家剩的这点珠宝首饰 全都换了钱了 最后换了钱以后 都先到马吉祥那统一分配 结果这就导致了矛盾了 因为这时候你不分我 我就饿死了 对吧 所以就很多人就开始指责 说马吉祥 擅作微服控制分享的这个宝贝 然后操纵分配 借以利己 就是已经都惨到这个地步了 但是朝廷的厄运到头都没有 到了1661年的6月 缅甸疏密院 缅甸疏密院 黑鲁刀 一怒之下 叛变 因为他觉得这个平德勒 犹豫不决 很大程度上 就是他没有处理好 明朝这关系 你留着他们干嘛呀 对吧 你留着这么一帮废物 你养在这干嘛呀 然后跟清朝闹歪了 所以这个黑鲁刀 他非常不满意 罢处了勉王平德勒 然后把平德勒还得处死了 然后把他的弟弟 这个弟弟叫百民 然后把他给立成国王了 百民比他哥哥要聪明多了 治国非常有活力 而且百民会打仗 能够抵抗入侵者 然后缅甸人对他很服 很服气 这次篡位不久之后 缅甸立刻向永利的朝廷下令 所有永利的官员 渡过阿瓦本地的一条河 干嘛 因为我们现在新皇上百民 要登基了 你们过来参加我们的登基典礼 发誓你们效忠缅亡 你看看 这是不是穆天波的锅啊 因为穆天波去参加 当然穆天波要不去拜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现在整个形势急转直下 现在你已经不是什么天朝上国了 你得过来参加新王的宣誓效忠仪式 然后你得宣誓效忠我们 你以后是我们的臣子了 如果你们不来 你们后果自负 如果你们来了 那么我们到时候再商量 明庭应该怎么安排 穆天波听到这个消息啊 大发雷霆 指责这个来的这个官员冷酷无情 你无理取闹 你简直你开什么玩笑 坚定行坐 你实在是太这个可耻了 穆天波愤然的给免亡 新的免亡啊 写了一封信 写的是康埃及王 况且尔宣伟思 原是我中国封的地方 今天我君臣到来 就说你你这地方 本来是我们封的你当王了 对吧 今天我们这君臣到来 是天朝上帮 你国王该在此应答 才是你下帮之力 你得过来拜我来 对吧 你登了机 然后你也过来拜我来 你说哎呦 皇上我登机了 如何反将我君臣困在这里 你看啊 这穆天波急了 写信 都已经开始写白话了 这古人要是开始写白话 那基本上就已经是 就跟骂街一样了 难道尔国王 岂不知他是下帮 你难道你国王不知道 你们自己是什么 金两吗 啊 今天朝皇帝 到此已经三年 不丑不彩 你到现在也没有来看过 我们这皇上 是何道理啊 金又何行此奸计 尔去告尔国王 就说我天朝皇帝 不过是天命所使 金已行到无声之地 岂受你土人之期 今日我君臣 虽在士穷 亮耳国王 不敢无礼 任耳国 兵有百万 相有千条 我君臣不过 随天命 一死而已 但我君臣死后 自有人来与二国王算账 你看啊 这是一个 写给这皇上的那信 就都已经到这地步了 写的就全是白话 这已经确实很生气啊 对吧 那这封信投出去了以后 怎么着 那都缅甸国王 我看着你这信 得害怕了 我 你 我 你们要把我们弄死了 我告诉自有人跟你来算账 哇 这回你也害怕了 哎 第二天 8月13号 所有的永利官员满腔愤 然后早上起来 缅甸人过来敲门了 啊 说来 出来 出来 啊 听说你们天朝上国啊 出来 带出这个寨子 然后悉数杀掉 全杀 这回啊 免人开始洗劫所有中国人的建起来的房子 村庄 杀掉所有15岁以上的健康男子 包括皇族里头的人 最后留下命的 只有大概三四三百四十名这个孤寡孤儿啊 妇 寡妇孤儿啊 就只有这这这这妇女儿童 皇室里头饶了命的只有皇帝太后皇后太子公主贵人和几个小太监 还有一名病残的卫士 因为他掉了一只胳膊 所以没杀的 其他卫士全杀 然后缅甸人把所有没有死的人赶出杀戮现场 监禁三天 有的人受伤 不给食物 不给水 没有灌洗这个设施 然后就在寒冷的秋日 关了三天 没吃没喝 缅甸人把他们都释放了 让他们回到原来的住所 但是没有食物 又饿了一天 这回 这回 这个你们还是天朝上国吗 哎 一天之后缅甸人送来了食物 当这些人看到食物的时候已经没有话说了 那大家上就赶紧吃吧 这都饿都半死了 缅甸人这个时候向永利皇帝致歉 永利帝这个时候已经得了疾病 奄奄一息 啊 在这个所有人中间已经都抬起手来 哎呀 说道歉 对不起 皇上我们这个处理不倒啊 有点不是我们的问题 这是我们下属官员啊 听到你这信息后 哎呀 特别生气 他们不理智 哎呀 我们给你赔礼道歉 给你点吃的啊 所以这时候永利帝 趁他能道歉 有什么用啊 这时候什么用 没有 这个姿态只能是沉默 啊 永利帝啥也没说 到了这个时候 有一个好处 有一件好事 这个有一个好消息 不得不告诉你 就是所有内斗的文官和武官 全被杀了 哎 这个时候永利帝的皇帝的内斗问题 明廷的内斗问题 全都解决了 再也没有内斗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这是好消息 最后一次内斗就这么结束了 哎 没有了 所以永利皇帝 最后剩下的人 哎 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是想想终于 哎呀 都这么死了 啊 终于没有人 这个什么了 好消息 缅甸人采取这类措施 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显示 新君主的那个决心 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跟清朝达成了妥协 当时云南的清朝当局 负责任谁是 红城仇 红城仇已经不断的前使 红城仇大家知道 稳扎稳打 他是稳步推进 恢复农业生产 管理这个土官 然后在战略要地先驻扎军队 然后呢 镇压所有的反抗部队 然后最后这个治理什么 这个冬季缺粮啊 下级瘧计啊 哎 最后慢慢的这个地方 民这个民众生活一好 自然而然 这个反叛军就瓦解了 对吧 而且这个时候 红城仇也得到了清廷的允许 他们开始密集的向缅甸施加外交压力 不断的前使过来 听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啊 你们自己看着办 所以新王上任 干的这件事情 其实不光是为了给明廷一下马威 不是这个事 其实也有清朝 因为清朝这时候有动作了 1959年的秋天的时候 红城仇写了一封信 就叫给缅甸军民宣卫史 这个丝扎啊 就写了这么一封信 他就阐明了清朝的立场 他说什么呀 他说赵德名运告终 哎 草坑我就不给你说这个 他的原文啊 就给你直接说白话 他说我这皇上 就是清朝皇上 是应天顺人 为什么 因为明朝的王 又不是因为清朝完呢 对吧 都是什么呀 都是这些这个 张献忠啊 李自成啊 是他们能玩的 所以我们是顺天应人 我们歼灭群凶 帮助明朝复仇 对吧 只有这个李定国 李定国这个人 自知罪恶滔天 神人共愤 鼠窜云南 假借永利伟号 蛊惑于民 就干这个 这不知道这个定国呀 他已经破坏了明朝的全胜天下 因为当年张献忠起义的时候 他妈也有你份啊 对吧 你也是张献忠的部队啊 所以也有你一份 所以你们想一想 如果现在你们帮着李定国啊 你们占李定国 李定国是个什么人 李定国会忠心的去去辅佐这个名士的宗支吗 他肯定是虚情假意 他不过是想把这个明朝 挟制以自尊 对吧 他不过是想把这个永利帝 裹在手里头 然后 他是准备趁机自立 哎 他就干这个的 你看看李定国在你们那干了什么啊 这个横四暴虐 荼毒生灵 对吧 这都是他在这个 他的部队在你们缅甸干的事 所以你们现在还在等什么 有能勤赴 谢宪啊 这个借宪 就是你要是能把他抓住啊 这可是一个奇功伟绩啊 利文上奏 尤家绝少啊 传之子孙啊 这有你好吃的 对吧 你要是帮助他 你要是留在国中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首先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自以虎狼吞食之患 你到时候你被他给吃 我们可是好意啊 而且我告诉你 我们不会 你要是敢包庇这个李定国和永利帝 我们是绝对不会姑息的 我们肯定会派兵追缴 一直玉石俱焚 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抓不着 我们也跟你拼了啊 所以别后悔啊 我现在听说呀 这个永利帝跟着穆天波进入到你们缅 这个缅甸了啊 我呢 想呢 永利帝 他也算是一个顾名宗之 对吧 他也是明朝的这个后代 哎 所以 这个 现在他跟着李定国啊 李定国是何许人 李定国就是跟这个李自成啊 张献忠啊 这是一丘之和 哎 所以这个宗之 你想一想 他有没有安好心啊 有没有安好心 所以我在此也劝永利皇帝 我希望你及时归命啊 你要是说这个是迷途之反啊 皇上还会饶过你的 闭合皇恩啊 房古三刻 受福无穷 你也想好 你看这封信 要不是红成仇 这样的文人 哎 人家写出来的这个 你看啊 慷慨激昂 哎 说的事实在理 对吧 他说的没错啊 逻辑都是对啊 所以 这个时候 哎 你说 连着这个告缅甸人民同胞术啊 告缅甸同胞术 一个是又给了这个永利帝啊 又给了传了一个信息啊 就是你现在你你自己想一想 你应该干什么 红成仇 这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 自从归顺了清朝以后呢 胆经截律 双目以盲啊 双目以盲 然后 这个第二个月 其实他就已经辞职了啊 清朝呢 就按照红成仇的建议 说这个红大人 你辞职的时候 说现在这身体不行了 身子也败了啊 说你您身子败了 谁来接任 哎 这我们在吴三桂那一块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 不知道听那个专题 红成仇说 西云南事物 唯有一人啊 可以托付 谁啊 平西王吴三桂 就给他吧 吴三桂啊 这一段 就是他为什么去追杀永利地 他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 这一块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这之前有一个专门的专题啊 吴三桂 其实这个时候一直在原江地区 跟这个当地吐司作战 打得很艰难啊 这个吐司藏了李定国的几个家人 而且呢 在李定国的这个怂恿下 一直在抵抗清军 吴三桂也不像这个红成仇 那样说主张渐进 因为什么 因为他打得太痛苦了 他呢 在1660年的五月 他就上书 他说只要李定国 白文选和永利地啊 在西南边界的那个缅甸一方 云南这边的土著叛乱 就不可能平息 因为他们是罪魁祸首 他们是那个背后的力量 清军就得永远面对 忠于明朝的这些游击部队 这样的话 我们得一直在这个地方打拉锯战 打拉锯战 我不要紧 但问题是良想能不能跟得上 现在良想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所以 吴三桂认为 边界的这个持久战撑不下去 那么最后解决问题的 就是我们要直接越过缅甸 去擒贼 去擒王 所以应该发动一次 尽快的攻势 总共直接把这个麻烦全都给消除掉 这个建议当时在北京引起了广泛的辩论 因为当时政府的财政非常的差 总的来说已经很拮据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清朝 他占下了全中国 很多的地方 其实并不是他实际控制的 西南战事的开支已经太大了 户部已经开始惊呼 说1660年 云南军事开支已经高达900万两了 这已经比全国军费 加起来还多25万两 东南沿海那边的官员也在抱怨 说你们云南 你们打了啥了 你们就要900万两 我们这边可是对着正成功 我这部队 我们这边还得要钱 我们得增加开支 云南那个地方 打了半天没有结果 对吗 东南这个地方 如果吃下来有大量的赋税收入 这是稳赚不赔的事 你把云南那打下来 除了灭了一个永利朝廷以外 请问还有啥 所以清朝基本上就同意了 那既然吴三桂 你说咱们就干脆一鼓作气 赶紧结束这场战斗 那缅甸战役确实是有必要 但具体怎么打 他们不愿意向吴三桂开空头支票 所以如何动用北京和云南府的这个府库 当时各种有各种建议 这个共朝廷参考 但是一直到了1660年的9月22号 满洲公爵爱兴阿 才被任命为大将军 派到云南跟吴三桂 一块越过缅甸边界 然后追逐李定国 这个事情在最后定下来 这年11月 吴三桂重整各军 1661年的3月 开始向缅甸进发 清军越过蓝仓江 然后进入到了缅甸北部的木邦 就正好插在李定国和白文选的余部之间 这个时候的李定国 他已经往东跑了 白文选已经往北撤了 最后白文选没有办法 最后在茶山 北边的茶山投降了 投降了清军 1661年的1662年 清军接着往阿瓦推进 而且一边走 一边派使者去找缅王 一边给这个缅王施压 说你要是不交出永利帝 我们清军大军进攻首都 把你这变成清军领土 清朝领土 永利帝这个时候也已经知道了 吴三桂逼近了 这就有了 我们在吴三桂那个专题里头 写的那个教科书一样的那封信 永利帝的文采 终于得意展示 他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 隶属吴三桂从明朝得到的恩典 将军望君父之大德 图开创之丰功 都师入巅 赴我巢穴 溥游是渡沙漠 了解缅人 已故无语 山遥谁远 言笑谁欢 旨意卑矣 既失事守之河山 苟全威命于蛮腹 义字姓矣 乃将军不必艰险 请命远来 提数十万之兵 穷追逆履之身 何事天下之不广灾 这么大地方 你非要追我 你拿了那么多恩 你非要把明朝赶尽杀绝 你是 其天赋地载之中 独不容 仆役人乎 就是 你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吗 对吧 你就是跟我这个死我过不去 一封王赐绝之后 说你封王赐绝之后 由于兼仆以妖宫乎 就是清朝已经给你封了平夕王了 你还要赶尽杀绝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你还是要拿我脑袋去妖宫吗 我呀 仆 今者兵衰利弱 穷穷竭利 区区之命 玄于将军之手矣 如必于仆首领 你要非要我这颗脑袋 则虽粉身碎骨 血溅草来 所不敢辞 那你就来吧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啥也没有了 若 其转祸为福 如果说你能饶了我 说这件事咱们转祸为福了 祸以侠方寸土 仍存三刻 更非感望 躺得与太平草木 同瞻与路于盛朝 仆有亿万之众 亦富于将军 可以说就是慷慨激昂 该说的反正都说了 但是当此之际 吴三桂怎么反应 在那专题里我已经说了 完全没有反应 拿着这信是沉默了一下 心里不好受 他后来确确实实 他给永利弟跪下了 对吧 他见到永利弟的时候 他给永利弟跪下了 这可能就是吴三桂 拿到这封信 最后最后的举动了 其他也没有啥 吴三桂没有被这类说辞所动 对吗 所以无论如何 吴三桂还是决定 追他到死 但是等抓到了永利弟 详情见吴三桂那专题 抓到了永利弟之后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的 到底他应该怎么 怎么做这决定 他不知道 1月20号 吴三桂跟这爱星哥 抵达了阿瓦附近 勉王派出了隆重的欢迎团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热烈欢迎 隆重接见 然后爱星哥和吴三桂 两个人决定 派一支100人的特遣队到阿瓦城 就100人进到阿瓦城 抓永利皇帝 够了 永利皇帝那已经没什么事 都是富足老弱了 对吧 所以当夜皇帝就和他的家人 就被从这个 折耿的这个村庄里头 就被吴三桂他们带走了 然后乘坐着一个特别破的轿子 到了阿瓦对面的伊洛瓦底江 这个江岸上 然后只有皇上有轿子 其他的这个妇孺就跟在后边 步行前往 然后一行人上船 渡江到了对岸 这个时候皇上 淡火病 这个谈火病发了 就这个上火 这个皇上 皇后啊 太后啊 特别的这个着急 这时候天都快亮了 就叫这个杨德泽 刚才我们说这个 这个 这个写这个回忆录的杨德泽 说你出仓口看一看 结果这杨德泽看到这个外边全是人马 也没有个提号 啊 就听满营里头有人叫 总兵王会 啊 总兵王会 又看了几顶大轿子 在岸上歇着 啊 太后就跟这个杨德泽说 得了啊 这就是清兵了 啊 所以这个 请他们上来吧 啊 那反正就来都来了 那请他们上来吧 大约早上八点的时候 一百来人 没带武器 啊 到了皇上的船头 然后 王会上了船 然后王会说呢 说我是李定国派来的 然后永利帝这个挣扎了起来 这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 说啊 李定国 李定国最近怎么样啊 但是王会一句也答不出来 啊 所以皇上马上明白了 这个人不是李定国派来的 这是吴三贵派来的 皇上就大声的说 我大明有何负你 你必要将我明朝一王打尽啊 我想你们受功不过封王 今日你连我母子都杀了 你们日后替祖宗 做下个骂名 千载的罪人 然后就开始骂这个吴三贵啊 骂得狗血临头 龙眼大怒啊 指着王会后来这个大骂 偷生匹夫啊 快下船啊 此地是忠臣良将贵的 你有何言贵在此 还不快去 你看皇上也开始说白话了啊 皇上也急了 王会呢 受到皇上的凌辱 非常的惭愧啊 然后呢 但是这王会岁数也比较大了 上岸呢 还摔了一跤 比较狼狈 然后这个众人赶紧把他扶起来 问他的时候 满脸眼泪 不能言语 啊 就是说王会这心里也不好受 过了没多长时间 爱兴阿 亲自跑到了 永利的坐船上 来看永利皇帝了 很有礼貌 见到永利就说啊 说今日听见大明圣主的驾来 特来一见 请万岁的安 皇帝特别的 这时候没脾气了 特别的颓废 哎 叹了一口气 说什么呀 我是废国天子 将军如何行此大礼 爱兴阿 赶紧就夸这个永利 哎呀 说这个 何出此言 说龙颜真如子同帝君啊 说您您这看着 气色不错啊 您这这气派不错 所以以前虽然人人都说啊 我也我也听了好多 实在不信 现在一见方知名不虚传 哎 爱兴阿还说什么 说今日之事是天命所归 哎 原不与我们相干 我们出兵的时候 奉旨 差我们请皇上圣驾 同往京都 共享天下 啊 皇上还说了 他说他的主子啊 他的主子 他说又叫 臣等 切不可惊吓皇上龙体 我们主子还要亲自相会 看一看皇上 哎 爱兴哥跟这个永利帝就这么说 一周之后 这支清军的特遣队压着永利帝 终于离开了阿瓦 长途跋涉 回到云南府 三个月之后就抵达了云南 这个时候 永利皇帝的病又严重了 只剩下一口气了 不过呢 哎 顺治帝 在这一年的稍早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康熙年幼 然后呢 又有摄政大臣 各个辅政大臣又上台 所以他们的态度比较强硬 他们之前对顺治的政策一直有微词 为什么 他们认为顺治的这个政策有点宽大 对于明廷的这个有点宽大 现在不是搞这个宽大的时候 现在就是杀一井百的时候 所以他们希望纠正过去顺治帝的这个 这个宽大处理的这个这个政策 而且永利帝的存在在云南的清军里头 也引起了严重的不安 因为你想想他们之前都是旧臣 很多都是汉人 对吧 万一要是这个时候有人良心发现 突然你想想啊 你要把永利帝穿过整个中国抵达北京 这一路上要经过多少旧臣的地盘 对吗 这些旧臣都是一个一个谈下来 大家都是割据为王的 对吗 所以如果说从云南运到北京 这中间有什么变数 这还真不好说 万一要是永利帝还有号召力 哎 有人还是觉得说永利帝我要救的一件 我再起个事 这中间的乱了 所以满洲人认为 这个时候 这个康熙政府 他们认为应该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应该尽量避免让永利帝跟 就是走太长的路啊 跟这个各个将领见面 总之基于各种因素 1662年5月底 最后一位有明朝皇帝称号的人 在云南复跟他的额己太子一块被害 被害的方法 我们也已经在吴三桂那个专题给大家讲了 很有可能是勒死的 然后皇后和皇太后都被押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之后 皇后在北京自杀身亡 皇太后活到了91岁 一个月之后 吴三桂就被封为一等王 吴三桂眼中啊 这个时候去除掉了这个永利帝 李定国对他来说还重要吗 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不值得穷追了 还追你干嘛呀 没什么可追的了 对吧 你也没有皇上 你效忠谁呀 李定国的军队在通过缅甸东北部的时候 碰上了清军的一支小谷部队 然后这支部队 李定国的这个部队 进入到了最后的解体阶段 这个时候李定国也大势已去了 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为什么 因为他得了重病 心力交瘁 尤其是在听说永利帝被逮捕了之后 被抓走了之后 身体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这个时候他手下的主要部将 也开始慢慢的叛逃了 甚至还有人抓了他的家人 威胁他 说我们要拿你的家人去投降清朝 做见面礼 所以大概具体的时间我们不太清楚 只能说大概在1662年的8月的某一天 李定国在今天云南和老挝最西北部的边界附近 因为疾病去世了 但具体的地点和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了 当然民间传说说李定国可能没有死 他可能逃到了老挝 或者他可能潜伏在了缅甸那地方继续做抗清斗争 但这只能是一个大家美好的祝愿 对忠臣一个美好的祝愿 所以现在最后最后 还能威胁到清朝的 还有还有谁就剩下一个正成功了 所以下周我们将给这个专题画上句号 我们最后最后跟大家再聊一聊 正成功啊 正成功的结局 然后南明的专题就彻底结束了 新的一个篇章开始了啊 清朝开始了 那么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 在听我们的回播 欢迎你多评论 多点赞 都知愣知愣 让我知道你们还活着 那么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先到这儿 我们把时间留给斗鱼直播间的弹幕